收看人次呢 破兩千 我就直接在開直播送出一台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蚊子這樣死的 而且是用 OK 大家好 我是Jerry 那上次我們在這邊買了補蚊燈之後呢 我後來發現到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補蚊燈在晚上的時候才可以用 那白天的時候呢 如果我看到蚊子的話 在旁邊飛 說真的補蚊燈一點用處都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賣場看看說呢 還有什麼樣的補蚊的神器呢 可以讓我 再來試看看 Let's go 我第一次看到這一種 叫什麼西霸 西霸 厲害到爆 神級手持的西蚊燈 我們今天呢 就拿這個回家開箱看看說 它到底有這麼神奇吧 Let's go 剛剛看到呢 它這個功能就是 它是看到蚊子就可以抓 那它也是西霸式的 就是跟上次買那個聖寶其實還蠻像的 那到底說它的功能會不會那麼的神奇 其實它價錢不貴 大概700塊不到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說呢 它真的呢是不是那麼的神奇 OK大家好我是Jerry 那上次呢我們跟大家介紹的這一台光波吸露式的補蚊燈呢 我很多朋友 他後來買了之後呢 那他們用過之後也覺得說效果不錯 可是呢 他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一台呢 真的只能在晚上的時候使用 或是說呢 它並沒有辦法在光線足夠的情況下呢 你就會看到蚊子呢 從旁邊飛過去 或是說蚊子根本就不會被這台吸露 那它在白天的時候呢 就等於說它的功能呢 是完全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呢 我朋友跟我說 那有沒有辦法 幫大家試一台就是在白天呢 也可以抓到蚊子的一個補蚊燈 或是補蚊器 那後來我剛剛在大賣場上面呢 剛好呢 有看到了這一台 所謂到什麼厲害到爆 那它是所謂的神級的手持吸紋器 神級的喔 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神 那它這個包裝呢 它上面呢 是寫著它需要三顆2A的碱性電池 它的重量其實蠻輕的 大概只有330公克 而且呢 看起來它的公司是在彰化和美鎮 它的產地是台灣 真的我很少看到說 產地竟然會有在台灣的 所以呢 當時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說 欸吸霸 它會不會是那個吸霸代理的 應該不是吧 那它這種東西說真的 看起來是蠻神奇的 所以 我們今天呢 就來開箱這一台厲害到爆 神級手持吸紋器 那它這一台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們來開箱就知道了 它的箱子裡面有一隻棍子喔 然後箱子就是這麼簡單 裡面就是一個彩盒 然後它的說明書 再加上一隻主體 一個塑膠袋 然後一個很像電風扇的東西 然後有一隻棒子 大概就是裝上去吧 它可以做一個伸縮感 它後面呢沒有腳架 它後面是沒有腳架的 所以它最高是 它也不能 站立喔 它不能站立 不能站立 那它應該是伸縮 這邊的話呢 它是寫說 現用簡性電池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說明書 開一下它的說明書好了 使用方法呢 產品握把內放入三顆 AA的停性電池 然後呢 開關呢 上面會有 貼紙按跟OFF 它這邊是按跟OFF 跟OFF 就是打開跟關 就這樣子而已 補紋時呢 將產品轉右 開啟 然後呢 慢慢的往蚊子的方向 靠近即可 活桌 然後呢 被抓到之後 再轉到左 關在裡面 然後呢 它清潔方式呢 先確認產品內部的蚊蟲都已經死亡 按住解鎖按鍵 再把拉拔拔出 再把拉拔拔出 這邊有個解鎖 按住 不要去掀 按住 按住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拔手拔掉 按住喔 不是去掀開 我剛剛把它掀開了 按住之後 就可以拉起來 就是按住 拉起來 按住拉起來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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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風扇的話呢 應該是手伸進去 也都是 不會被風扇卡到 它這邊 你這樣手伸進去了 也是 滿安全的 滿有趣的 它這個 我們來試看看 它裝上電池之後 會不會很大聲 基本上呢 我都是用這一種 充電的 電池 因為我比較習慣用這種充電式的電池 那我們來試看看說呢 它如果是用這一種 充電的 電池的話呢 它會不會 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呢 把這個 on跟off 這個風吹出來 還蠻強的 感覺有點像是 兩風扇的感覺 應該現在收音會聽到這個 風的聲音 那它前面有一個燈光 打開的聲音跟關的聲音 它的風 還蠻強的喔 那它這邊是說 它是用這種吸的方式 將蚊子吸進來 那風速的話呢 大概 用手的話去做感覺 大概到這麼近才有 才有感覺吸力 那 真的 這個機器真的會 抓得到蚊子嗎 我是蠻好奇的 我是覺得 有可能嗎 如果這樣子 夏天的時候這樣子吹 還是蠻涼的 所以 到底能不能抓到蚊子 我蠻 我是心存的非常大的 懷疑啊 到底能不能 這一支 到底能不能抓得到蚊子 我是蠻懷疑的 所以 我們呢 再找我朋友呢 到他家呢 去試看看 因為他跟我說 他那邊蚊子超多的 所以我們再試看看說 他這一支到底 真的 那麼的神奇吧 Let's go 沒有用過的人 第一次看到 這種東西會用嗎 好 都脫出來 所以他這是 他有窩爐 對啊 有裝電池的嗎 操作上還OK 對 蠻簡單的 他怎麼啟動 爪旋轉 咦 咦 開關 要去他的蚊子 這家 要去 最高可以到 三名左右 加上前面有漩渦 他那個吸 吸力的渦流 吸進來 所以蚊子飛到上面 他應該自己幫我們 對啊 吸過了 蛤 一隻吸吧 這樣有 欸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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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嗎 真的假的 吸進去 咦 他跟蒼蠅在裡面 而且 而且距離 很遠耶 這樣子 他這樣子吸到 不是啦 他看著吸起來 沒有人打不打不打啊 所以他這台吸力算是 很驚人 很驚人 你可以 有一段發射去吸它 所以我剛才看你 他就這麼行到 你就用進去 大概這樣子 蚊子大概在這裡 所以輸了出來 你靠漩渦這樣子吸進去 氣有發生 你意思是說齁 你今天在打蚊子的時候 你是這樣子 往下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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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蚊子會感受到有風 氣啊 發生之類 一直不會走 你如果這樣 一直打開 你在吸的時候呢 因為蚊子會看到有風 會吸進來 他會抓更緊 他要看要飛飛不走 一直不會播啊 欸 OK 所以實驗證明 真的是他的吸力 好玩 好玩喔 有趣有趣 有趣 聽說用那個吹風機 然後吹進去 他就會死 不過那個蓋子要先拔起來 往下壓 對 蠻好玩的喔 然後我們把風 彎小一點 在打開 看一下 好有戲嗎 還沒有要再有戲的火器 應該 欸 欸 阿你沒有電源啊 因為你電線發掉了 這發掉了 火星剛才也吃了 欸 死了 神奇 皊子在這裡 死了嗎 皋子死 昌野死了 很有戲啊 想不到吹風機也可以讓蚊子跟蒼蠅熱死嗎 蒼蠅抓兩隻喔 真的呢 拍一個拍一個 有趣有趣有趣 所以呢抓到之後呢你也不用去洗 你就拿吹風機大概吹個五秒到十秒 蚊子跟蒼蠅呢 就抓死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蚊子這樣死的 而且是用高級吹風機吹死的 一群蚊子的圍繞這樣 這樣抓的就抓了 整開整開 超蚊子的 或是說那個樹從裡面的話 你就會樹樹的 然後他就整個吹進來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弄死的話 用吹風機吹一下 就死了 欸 不錯 成功 好 成功 我們回家做Ending做總結 看看說怎麼樣去做介紹 以上的影片呢 就是我跟我朋友 今天下午直接實測這一台 C-Bar神級的手持吸紋器 那他這一台的優點呢 到底是什麼呢 他這一台的優點就是說 他用吸紋子的方式 一般呢你用那個 補紋拍的話 你用拍的方式 當你拍下去的時候 那個氣流會讓紋子呢 直接感應到 蚊子就會從打下去的時候 直接飛走 所以我們常常在用補紋拍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打下去沒有打到 蚊子旁邊飛走之後 我們就找不到了 可是這一台呢 他的好處是用漩渦的方式 將附近的氣流呢 往裡面送 所以蚊子在感應到氣流的時候呢 他的腳會緊緊的抓住那個表面 那這個燈呢 就剛好可以這樣子接近 然後就是讓蚊子 更容易的從這邊被吸進去 那吸進去之後呢 他這個關起來 那蚊子就會在裡面飛不出來 那你如果用那個吹風機啊 用熱風呢 往裡面灌 大概五到六秒 蚊子或蒼蠅就直接死在裡面 那你再把這個開關呢 往下拉 然後把這個打開 蚊子就可以直接清理了 所以他不用 不需要去碰水 而且也比較乾淨 那相對的呢 因為他這個濾網 都是比較細 所以小朋友的手指頭呢 也不可能伸進去 所以他在安全的疑慮上面呢 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他這個角度呢 你可以90度 那你可以45度 也可以這樣子 180度的這樣子的旋轉 所以任何角度呢 你如果在天花板啊 或是說你今天 剛好在這個角度 你都可以隨時做調整 那他附贈的這一支 延長手把呢 你至少 男生呢 男生好了 至少站起來 你手往上舉呢 基本上都可以接觸到 天花板呢 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他這個電池 雖然是寫說 現用簡性電池的 不過我後來用 大賣場的這個充電電池呢 還蠻夠力的 那他的風速呢 我後來在他官網上面看到 他那個風的吸力大概是5.2米 那我上次介紹的那一台 五輪燈呢 大概是1米多 所以他的功率呢 大概會是4到5倍左右 那因為呢 他這一台呢 是台灣設計 然後專利製造生產出貨 都在台灣 那後來我在這個箱子上面呢 找到了這一家公司的聯絡方式 他叫做金創有限公司 他位置在彰化縣和美鎮 那我後來有直接跟這家公司呢 聯繫到 談完之後呢 這家公司直接送我一台 那我直接在網路上抽獎 你想要參加抽獎的話呢 很簡單 你就是在我的留言板下面呢 直接寫 好啦 直接寫厲害到爆 厲害到爆四個字 那這個字我會打在這邊 收看人次呢 破2000 我就直接在開直播送出一台 你今天呢 真的是等不及呢 想要買一台的話呢 也沒問題 你可以到PC Home 或是到蝦皮 那PC Home的話呢 一樣有一個優惠 優惠嘛 這個單價呢 一定會比你在外面 比我買的還要便宜 比我去那個大賣場買的還要便宜 這個優待馬 在PC Home 那相對的呢 如果你是用蝦皮的話呢 你可以到我以下說明 有一個蝦皮的連結 點下去 購買 那購買的時候呢 一樣 除了是優待價錢的話呢 公司才會送你一個特別的小禮物 那至於禮物是什麼 大家買就知道了 OK 那以上的介紹呢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們一起來支持這個台灣的公司 Main Taiwan 拜拜